第一个问题 羊肉串到底是腌过的好吃 还是这种没腌的好吃 你烤过之后才知道 第二个问题 大街上卖三块五块 这种羊肉串 一串能挣你多少钱 我们给你试一下 多少钱你现在呢 四十五 四十五 二斤 二斤 一百块钱呢 一百是吧 来 主力附近 我们这一块是羊腿肉 就是羊胯 羊这个位置 这一块肉 一百块钱的羊肉 一毛钱不多 一毛钱不少 我们试一下 这一百块钱的羊肉 能穿多少串 如果要是卖 能卖多少钱 然后我们给它切成两份 一份腌 一份不腌 尝一尝 哪个口味比较好一点 横切牛羊 竖切鸡 下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你这圣子肉给它就来 给老婶就来 自己扁目出来 先给它切成条 肉还不错啊 肉还挺新鲜 看颜色 我们切肉的时候 一定要切成菱形丁 菱形呢 它和那个签子的接触面 大看着量多 其实呢 还是这么多肉 所以说我们要斜着穿 拿着小本本记好 坐在银水机上停啊 啥意思呀 就是干货太多 怕把你噎着 一半腌一半不腌 我先放一勺 大半勺盐 放一点白胡椒粉 再来一点五香粉 一点点就够了 来一点半碎的孜然粉 放一点尿酒 给它抓一下 没事 他们不嫌弃我 有些师傅放蛋清 我就放全蛋啊 放一点淀粉 再给它抓均匀 为什么要放淀粉 温度好 因为有鸡蛋和这个生粉之后 一烤 它就会起那个酥皮 吃着就外面比较脆 里边的汁水也出不来 就是外脆里嫩的这种口感 再放一点这个皮牙子 是吧 洋葱 我们给它腌15分钟左右 我们先穿这个原味的 其次是我们没有买到这种洋味油 正常是三瘦两飞 或者说是四瘦一飞 但是呢 那是五瘦 最起码一串得卖四块钱嘛 是吧 六十七八十九二十 洋味二十五 腌过的二十七 一共是五十二串 饮好的碳 一定要当心安全啊 碳稍微敲碎 现在还没烧豆等会儿要烧脱之后才烤 要不然它容易起火 好烫啊 哎呀 油你都不嫌烫 哈哈哈哈 说起心里话 但凡手里宽油一点的人也干不出这事 被宣传这样 自己买两串吃不行吗 遭这罪 事实证明 没有洋味油 确实特别的干 你看整个洋肉它都是干的 没有什么油分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 稍微给它刷一点 再来点孜然粉 再来点辣椒粉 少来一点 来一点芝麻粒 好 出锅 看一下 积极冒油啊 这个撒一点点颜料 来一点孜然 辣椒粉 芝麻 熟芝麻 好 喝点了 还是积极冒油的 你先吃哪个 你先吃原味的 等一看 哇 这个洋肉的 它皮脆 里面的汁水也很多 再来个原味的 这个原味的 虽然没有那么的嫩 但是这个洋味味更浓一些 你看咱这羊肉串烤的 听着就香 滋啦滋啦的这个声音 太有食欲了 生死有命 咸淡在天了 穿的时候都是一样的 腌过的 为什么比这些原味的 看着大这么多呢 落膜没买到 我们卷一个生菜 来点蒜片 炭香味很浓 你电烤 一定烤不出这个味道 我四九老爷 曾经给我传来一个秘法 就是羊肉怎么样 才会更好吃呢 就是一边喊啤酒 一边露川 我们河南人的啤酒 玉皮精酱 总结一下 100块钱的羊肉 我们一共穿了52串 能卖208块钱 算上炭 算上调料 算在8块钱 这是100块钱的羊肉 能赚100块钱 如果你在路边吃个摊 配点凉菜 每天晚上再卖50斤羊肉 能挣个2000多块钱 但是有一说一 如果你是有店铺的这种 加上人工 加上损耗 加上房租 就不怎么挣钱了 最多挣个新股钱 第二个到底是腌的好吃 还是这种不腌的好吃 我们六个人总结了一下 都认为腌过的好吃 但是有一说一 它确实没有 没腌过的 羊肉味更浓一些 但确实是真香啊